現在我們空姐會幫大家 預計的飛行時間是1小時 本班機全面禁煙及使用電子煙 有關電子用品使用規定 請參與安全續集卡安全說明 同時為了確保飛行安全 請您仔細觀看我們的安全示範 謝謝 OK 大家好 我是觀察員 我今天現在在松山機場 今天要去台東參加Baron Rose的活動 很難對活動會辦在台東那麼遠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很久沒辦法活動累積了一些 蠻多的活動經費吧 反正就這樣啦 我們今天去台東看看還有什麼 但基本上就是 這次會發表一款新的BR05 GMT 那兩地時間嘛 主打就是旅行商務旅遊這樣子 所以 要搭飛機過去 他可能會在飛機上有些活動 我們看等一下能不能拍吧 就這樣 GO 有些旅客的錶盤 雖然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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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 空姐會幫大家 就是 提供錶盤 給大家先看一下 可以先拍照 那稍等我們到 台東餐廳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西西的鍵上錶 OK 現在風超大的 其實我不知道會錄得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風 這麼大 但我現在接到了 BR05 GMT 怎樣 所以你知道關於這支錶 我們等一下 再找個地方好好說明吧 因為現在風真的天沙大 就這樣 GO 這次來看 Ban Rose 新發表的BR05 GMT BR05是Ban Rose的全新系列 在方形的架構下 但又不是完全的方形 而這也可以說是他們找到了 或者說是對於自家流量密碼的折衷 過去Ban Rose 其實發表過許多其他可行的系列 古典的WW-1 或者是酒桶型的鉗水錶 無論是風格或韻味都非常的好 但就是不太受市場的青睞 而品牌招牌的方表 業績就像海外掛一樣 所以也不怪他們近幾年 花飛行師在琢磨方可設計 例如帶點科技、前衛感 表可有更多細節轉折的BRX-1 或者是打破方可不利防水說法的潛水錶 這些都是以方可為基礎 但是勒 BR05的出現 可以看出他們還是不打算去從方可王道這件事 依舊想著要探索更多的可能 只是相較過去的大破大力 現在更加小心翼翼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定位在都市感的BR05 以品牌首款鏈帶系列為發想 但也有橡膠錶帶版本 設計乍看是方可 但那是尚蓋帶來的錯覺 因為是以搭配鏈帶為考量的設計 為了讓錶殼與鏈帶能夠銜接的更加流暢 設計其實頗有點70年代流行的鮑魚殼形式 而在這樣的氛圍下 相較他們主力方可錶的硬派 BR05到這透著相對的斯文 甚至可以說偏向正裝錶的風格 而新推出的BR05 GMT 則是繼最初的自動三針 計時抹錶之後 新的功能類項錶款 當然這也很符合品牌強調務實的原則 實用的兩地時間功能 無論是佈局跟操作都明確而且便利 拔出錶關第一段 不同轉向可以快調日期還有第二地時間的指針 而拉到第二段則是調時間 第二地時間指針則會聯動 這就是很典型兩地時間的操作方式 過去Ben Rose的GMT錶款 裝載了機器人C ETA-2893則爾為基礎改造的BR303 而這次BR05 GMT所裝載的BR325 則是以SW330之一為基礎 兩者的佈局差不多 其實性能也差不多 因為SW330本來就是針對ETA-2893來的 而用在Ben Rose的兩地時間錶款上 也只在日期裝的位置有所差異 一個開在4點鐘位置 一個開在3點鐘 應該也只是打算稍微區分一下而已 BR325是Ben Rose的新用機器 未來是否會取代303呢? 是否是與ETA近年的通用機器策略有關? 但這個就先不在這邊討論了 而作為以日常使用為導向的腕表 除了功能面的加成外 在各種場合都要能保有良好的判讀性 也是非常重要的 光線良好的狀況下當然是不用擔心啦 BR05 GMT在夜光模式下表現也有一定的水準 所在地時間的指針與第二地時間的指針造型不同 也能避免光線昏暗下造成誤判的問題 直徑41mm不鏽鋼材質多切角的設計 透過不同的拋光打磨處理讓質感更上一層 除了這次我借來拍的橡膠錶帶版本 當然也有BR05最具代表的不鏽鋼鏈帶 不同的錶帶會帶來小小的風格變化 怎麼選擇就看個人喜好囉 當然也可以摺衣然後加扣另外一款錶帶 不過因為沒有特別設置錶帶快拆 自己要更換可能還是會有點麻煩啦 也是希望之後Ben Rose稍微考慮一下 研究一下快拆錶帶的可能吧 那我這次就說到這邊囉 如果有任何想法與意見 歡迎留言跟我說 如果可以也請麻煩按讚訂閱與分享 我是觀察人我們下次見拜拜